好 主播各位觀眾朋友呢 我們持續帶您來關心 立法院長投票的最新進度 在稍早的時候呢 在立法院的議場內 其實是已經完成了 立法院長的第一輪投票 而且投票的時間 也比表定還要提早了 一個小時就結束了 因為大家都用非常快的一個效率 完成各自的圈票作業 而在稍早的時候呢 第一輪的投票結果 也已經公佈出爐了 國民黨的韓國瑜是獲得了 五十四票 民進黨的游錫坤呢 則是獲得了五十一票 至於民眾黨所提出來的黃珊珊呢 則是獲得了七票 其實在此在此之前呢 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 他就強調了 所有的民眾黨的八席立委 都要團進團出公開的量票 如果有跑票的話 可能就只能當一天的立委 而現在呢 為什麼黃珊珊是沒有辦法獲得八票 而是只有七票的原因呢 就在於呢 是其中有一張選票 一次出現了爭議 而稍早的時候呢 包含了民進黨立委陳庭飛 他是認為說 因為這張選票的爭議地方在於呢 雖然呢 是有圈選處是蓋了 蓋在黃珊珊的名字下面 但是呢 卻還有印尼壓印的痕跡 是蓋到了國民黨立委 陳金輝的名字下面 所以這個就出現了兩個不同的印記 讓那個陳庭飛是質疑說 按照相關的規定來看的話 這張票呢 應該算是無效票 可是對於這樣的一個說法呢 民眾黨的立委林國成 他是相當的不滿 所以陳庭飛還有林國成 在稍早的時候呢 是在議場裡面 是當場是爭執了好一段時間 最後呢 是由會議的臨時主席 是柯建民 他最後裁定了 這張選票呢 確實就是一張無效票 但是呢 這個無效票到底是誰蓋的呢 在稍早的時候 民眾黨立委陳昭之 他也在臉書po文了 自首說這張選票就是他蓋的 但是他也強調了 主要的原因呢 是在於因為圈票筆的部分呢 其實上面還有一些印尼 所以是蓋到了他的手上 所以他的手呢 在圈票的時候 就壓到了陳金輝的格子 所以才會出現了 圈票處是蓋了黃珊珊的名字 但是印尼的壓印 卻出現在陳金輝的名字旁邊 所以就變成了一張無效票 而陳昭之對於自己所投的這張選票 最後變成了有爭議的無效票呢 他是對於民眾黨團 還有民眾黨的支持者 是公開的表達歉意 可是呢 陳昭之他這篇臉書po文底下 還是有不少的網友是直接嘲諷說 民眾黨你怎麼連八票都會出現問題呢 到底還要擁有多少的頭銜才夠呢 而對此呢 現在呢 民眾黨的立委們 現在已經全部都離開了議場內 他們是回到了民眾黨團裡頭 應該也是針對這件事情 正在沙盤推演 接下來該如何的因應 那其實呢 不管有沒有這張無效票 其實呢 在整個第一輪的投票結果來看的話 按照相關的規定來看 其實只要有人是沒有達到過半門檻的話 就還是不算是順利的當選 所以會接下來會進行第二輪的投票 那第二輪的投票呢 預計在十二點三十分的時候 就會開始進行 那第二輪跟第一輪的投票的狀況 可能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主要的地方是在於圈票的這個選票部分 因為在第一輪投票的時候呢 一百一十三名的立委的名字 都會出現在投票單上投 但是到了第二輪投票呢 只會出現第一輪的前兩位高票者 也就是韓國瑜還有尤錫坤的名字 會在選票上 所以現在選務人員呢 還有議事人員正在進行準備相關的選票作業 等一下到了十二點三十分 就會開始進行第二輪的投票 剛剛講到不同處呢 是圈票的這個選票部分 另外還有投票的一些門檻 也有一些不一樣 因為第一輪呢 如果要順利當選的話 必須要達到過半的門檻 也就是一百一十三名立委的二分之一 要超過這個人數 才算是順利的當選 那第二輪的話呢 就沒有這個門檻了 只要達到相對多數的話 就可以順利的當選立法院長 那我們稍早呢 也跟各位觀眾朋友稍微 還重塑整理了一遍 因為現在新國會的部分呢 藍綠白 其實藍的部分是佔了五十二加二席 那綠的話是五十一席 那民眾黨的部分呢 是八席 所以其實三黨不過半的情況下 沒有一個政黨是可以靠一己之力 就順利的達到過半的門檻 但是呢 到了第二輪的部分呢 國民黨其實他的整個席次 是佔了相對多數 所以如果是按照民眾黨 昨天所對外宣示的 如果第一輪沒有產出人選 他們第二輪就不會進場投票的 這個方式來做的話 所以按照目前藍綠的比例來看 韓國瑜極有可能會當選 最後的立法院長 而等到第一輪第二輪都完成了之後呢 下午才會進行的是立法院的副院長投票 那稍後呢 第一輪投票完了之後的第二輪投票 在十二點半就要開始進行了 如果最近的狀況 我們會隨時的為您查播 以上是立法院的最近情形